当地时间7月18号,经陪审团决定,张盈颖案被告克里斯·腾森被判处终身监禁。 从2017年6月9号,张盈颖失踪至今,这个历经长达768天的调查、审判, 期间引起美中两国无数民众关注的案件,至此告一段落。 2017年6月9号,中国访问学者张盈颖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附近上了一辆黑色轿车, 自此音讯全无。随后,美国警方逮捕了犯罪嫌疑人、27岁的白人克里斯·腾森, 并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调查和审判过程。 当地时间7月17号下午,张盈颖案进入量刑审判阶段的最后一步, 案件交由陪审团对被告的生死进行裁决。 张盈颖家属代理律师王志东表示,从法律程序上来讲, 本案中陪审团需要考虑检方的八个加重因素, 同时,陪审团也将考虑辩方提出的约50个减刑因素。 7月18号下午,美国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联邦法院12名陪审团成员 做出最后裁决,判处克里斯·腾森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 张盈颖家人随后向媒体发表声明,张盈颖父亲表示, 不同意但接受判决结果,并要求凶手告诉女儿下落。 尽管我们不同意这样的结果,我们可以接受忘罪将在监狱度过于身, 这将在一致意义上弥补不了我们的创伤。 我们要求被告无条件的,告诉我们隐隐的下落,请让我们带隐隐的交流。 伊利诺伊中部法院联邦检察官在记者会上表示, 被告应该为其可怕的行为付出代价。 为了他的创伤,他会被判决的创伤。 今天,他会否判决于这创伤的创伤, 他会否判决于这创伤。 所以,他会活在创伤,死在创伤,死在创伤, 他会否判决于这创伤的创伤。 。 接着创伤,死在创伤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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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